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39集 可就在这一时 阁楼外传来阵阵哗然吵闹之声 白小春一睁 起身推开大门 立刻就看到阵法外数量众多的北安弟子 你们干什么呀 白小春面色一变 立即退后几步 脑海里急速转动 搜寻自己这段日子的所作所为 可是想了半天 也没想出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居然又引起了北岸的震动 虽没有想出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可白小春紧张啊 此刻这么一开口 立刻阵法外的弟子 纷纷地看向白小春 白师说 还请打开阵法 我等进去搜寻一番 并非只是搜寻此地 整个北岸 我们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 北岸这一个月来 大量女弟子堵头丢失 出现了一个变态 白小春 你若不许许就打开阵法 让我们去搜寻一下 就算是在楚戴内 我们也有办法找出 白小春听着听着 心底松了口气 放下心来 他立刻生气了 背着手 看着眼前这些北岸弟子 胡闹 我是荣耀弟子 我是整座师弟 这事不是我干的 白小春 好不容易站住了道理 岂能罢休 此刻至高气昂 怒视众人 一定是你 方言整个北岸 能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你 没错 这白小春 最为可疑 他之前既然能瞒过 所有人带走我们的战兽 来奉献 这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说明他有这个能力 在那些师妹师姐 没有察觉下 偷走了赌刀 眼看四周众人 纷纷开口 白小春冷笑一声 袖子忽然一甩 立刻 阵法 木然开启 也罢 我让你们来搜 一会儿我倒要看看 你们找不到以后 如何对我交代 白小春心底 坦然 这一次 他是理直气壮 一点不担心 他这么一副样子 立刻让四周众人 迟疑起来 他们原本就没有证据 此刻眼看白小春 居然打开了阵法 一个个灭灭相去 很快 那些丢失肚多的女弟子 就一咬牙 荡先的踏入阵法内 先是向着白小春一抱拳 正要搜寻时 忽然的 其中一个女弟子的四寿袋内 跳出了一条赤色的松鼠 这松鼠刚一出现 就立刻发出尖叫 直奔前方飞去 四周众人愣了一下后 全部面色大变 这段日子 众人寻找杜兜的主要衣尺 就是这只特殊的战鼠 四鼠奇异 嗅觉敏锐 在一定距离内 被他闻过气味的物品 即便放在厨袋内 都可以感受得到 原本众人有些理亏 可眼下全部都睁大了眼 纷纷的冲入阵法内 白小春都傻眼了 脑袋有些蒙 茶医师也跟着过去 直至到了这阁楼的偏房 在大门打开的茶那哗啦一声 各种颜色的肚兜 无数啊 瞬间洒了我出来 密密麻麻方言看去 不下数千截 白小春 你还说不是你干的 果然是你啊 白小春啊 你你你你你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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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无耻 四周众人 齐齐看向白小春 人群里的男弟子 更是怒火滔天而起 纷纷怒吼啊 白小春倒吸口气 身体猛的一哆嗦 发出了一声尖叫 不可能 他话语传出的瞬间 立刻四周那些女弟子 一道道可以杀人的目光 刹那就落在了白小春身上 白小春头皮发麻 赶紧的解释 这这真不是我干的 我我我不知道啊 他咽下了一口痛 我们退后几步 心中委屈不可名装 可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四周的那些女弟子 一个个怒视白小春 甚至有一些都已经开始掐绝 一眼看就要一起出手 该死的 怎么会这样啊 白小春抓狂了 他这段日子闭关 沉浸在修行中 根本就没离开过阁楼 也没去住一偏房啊 此刻正焦急时 忽然的 白寿院外 铁袋的身影出现 他口中叼着一件白色的肚兜 神色满是陶醉 快速的跑来 可还没等进阵法内 铁袋就脚步一顿 呆呆的看着四周众人 口中的红肚兜也掉了下来 随着红肚兜的落地 四周无数双眼睛 刹那就落在了铁袋身上 白小春看了铁袋一眼 顿时头疼 能随意进出阁楼 放下这么多肚兜 即便是白小春闭关 没有留意 也绝对不可能是外人干的 就算是大黑狗 都无法任意进出阁楼的阵法 能做到这一点的 那就只有铁袋 铁袋立刻颤抖 他不害怕外人的怒火 最害怕的是白小春生气 此刻仿佛都快要哭了 爬在地上 低着头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四周众人一个个神色古怪 尤其是那些女弟子 更是目中露出不可思议 阁楼外一片的寂静 半晌后 有一个女弟子 喃喃的声音传出 不可能是铁袋干的 铁袋多乖啊 一定是有人指使他这么做的 是啊 铁袋这么可爱 单纯 是被人蛊惑 强迫他这么做的 是白小春 他是铁袋的主人 到了最后 那些女弟子几乎都这么认为 看向白小春时更为愤怒 这里面不是没有明白人 只是铁袋平日的表现 实在是太可爱了 尤其是眼下的神情 更是一副害怕的样子 立刻就博得了同情 只不过此事太诡异了 这些弟子虽这么开口 可却没有继续闹下去 都是狠狠的瞪了白小春后 纷纷离去 很快的 此地重新安静 白小春深吸口气 抬头看着天空 欲哭无泪 目中露出迷茫 铁袋知道 自己做错了事 赶紧来到白小春脚下 蹭来蹭去 铁袋 你平时里挺聪明的 怎么这一次这么笨呢 你偷那些肚豆也就罢了 你不能看我呀 我创造了你 说我是你爹也都是可以的 你不能坑自己的爹呀 白小春长抬一声 哭丧着脸堆下身体 拍了些铁袋的脑袋 以后记得 不能坑自己人 那些肚豆 你藏在哪不好 居然藏在自己家里 你呀 要聪明一点 做事情前要想好 一旦暴露了怎么办呀 铁袋低着头 呜呜起来 似乎知道自己错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白小春 看到他这么一副样子 也就心软了 没继续训斥 转身回到阁楼 郁闷的重新打坐修行 院子里 铁袋趴在那边 呜呜了几声后 目中露出凶狠 侧头看向远处 北安弟子离去的方向 深夜 他悄然的爬出 身体一晃 消失在了夜色里 去了北岸 第二天清晨 天刚蒙蒙亮 忽然的 北安弟子居住的地方 突然传来一声 凄厉的惨叫 开死的 是谁 是谁把我的树灵丹 都给偷吃了 那时候好不容易换来 准备让斩树进阶的灵丹呢 这惨叫几乎刚刚传出 很快的 类似的惨叫 居然此起彼伏 不断回荡 啊 我的万灵草 我养了五年呢 只剩下根了 没了 都没了 都被啃碎了 有贼 太过分了 我的洞府内所有 为战兽准备的粮食 都空了 那是三年的粮食啊 天哪 我昨天刚刚从李长老那里 好不容易借来的三节血受骨 本打算观摩旗内血脉变化 没了 居然没了 无论是外门还是内门 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 到了最后 足有数百人怒吼 这些人没有例外 都是男的 而且都是昨天去了白小城阁楼的男弟子 在这些弟子心痛的大豪 纷纷冲出时 他们立刻看到了铁袋 口中叼着一根血色的骨头 一边跑 一边咔嚓咔嚓的咬碎 人群里 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尖叫 一个弟子披头散发 眼睛都红了 疯了一样的冲出 眼泪都流下来 别咬 那日我向长老借来的三件血瘦骨啊 别别别 别咬啊 咔嚓咔嚓 铁袋傲然的抬起头 身体一晃 避开来临的弟子 在远处继续咬着 很快的 那一整根骨头都被他咬成了碎末 吞下时 那位披头散发的弟子 只觉得眼前一黑 一想到自己 还不上骨头后 李长老的怒火 他就抓狂 此刻大豪 冲向了铁袋 不仅是他这儿如此 这数百人 全部怒火燃烧 追杀铁袋 可他们的速度不行 眼睁睁地看着铁袋飞奔 居然去了冤尾风 当众人追杀过去时 一声带着不悦之意的冷哼 如天雷哄开 你们成何体统 这么多人去吓唬乖巧的铁袋 看来你们真是太闲了 随着声音传来 冤尾风掌座 那位老玉缓缓走出 冷眼望着那数百个弟子 这些弟子顿时颤抖 齐齐败戒时 看到老玉的身后 铁袋睁着大眼睛 乖巧地跟随 还不时地蹭来蹭去 一副可爱的样子 似讨好一样 这一幕 让这些弟子 一个个心中都在咆哮 可却不敢开口 对于铁袋的恨意 已经滔天了 不就是吃了你们点东西吗 多大点事 他吃了多少 本做赔了 都算了吧 以后别欺负铁袋 老玉狠狠地瞪了众人一眼 低头时 立刻神色化作柔和 带着慈祥摸了摸铁袋的头 铁袋更为乖巧 还伸出舌头 如小狗一样去舔 四周那些弟子 一个个心中都在咬牙 更有委屈 他们觉得不是自己在欺负铁袋 是铁袋在欺负他们呀 可眼看渊尾峰长座 如此偏袒 他们也没办法 只能忍着怒气离去 不敢继续找铁袋的麻烦 于是纷纷把怒火 按在了白小纯的头上 都怪白小纯 就是他创造了这么一个可恶的战兽 这战兽太可恶了 好色 偷赌刀 还偷吃 偏偏那些女弟子 还有长老长座们 一个个都对他好的不得了 白小纯此刻正在打坐 忽然打了个喷嚏 抬头看了看四周 又重新吐纳 他的修为 距离宁起十层大圆满 越来越近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